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 我们探讨以色列最近在中东展开的一系列暗杀行动 这些行动迅速将该地区推向极度危险的境地 在短短24小时内 以色列声称击毙了三名激进组织真主党和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 这些暗杀行动让本已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 甚至威胁到全面战争的爆发 联合国和卡塔尔已经警告这是危险的升级 而伊朗和哈马斯誓言进行暴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未来将有艰难的日子 这一系列事件迫使我们正视中东地区正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以色列的暗杀行动将中东推向最危险的境地 在短短24小时内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接连在加沙、黎巴嫩及伊朗首都德黑兰 击毙了三名激进组织真主党和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 这一系列暗杀行动如同一颗颗炸弹 将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推向了更为危险的边缘 The Independent 报道 过去的十个月 该地区陷入了我们近年来所陷过的最血腥的暴力之中 然而 一切在周三达到高潮 当天 以色列宣称在贝鲁特南部成功击毙真主党军事指挥官弗阿德、舒克尔 仅仅数小时后 以色列被指控在德黑兰的黎明突袭中 暗杀了哈马斯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 周四 以色列确认 7月早些时候的空袭中 他们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部门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 这些暗杀事件的接连宣布将整个中东地区推向了一个可怕而模糊的深渊 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哈马斯誓言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也警告未来将有艰难的日子 联合国秘书长和卡塔尔称这是危险的升级 日本复联合国代表小三金子更是直言 该地区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 加972杂志的高级编辑阿姆贾德、伊拉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似乎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正式的地区战争宣言 人们没有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们其实已经处于其中 这是一场低级别的消耗战 他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加沙的停火 而目前的局势则极为危险 以色列记者阿莫斯、哈雷尔也认为 尽管各方没有升级地区冲突的兴趣 但这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可能变得不可避免 误判和灾难的空间太大 越来越难以停止 周三 以色列确认一名空袭击毙了舒克尔 他因参与1983年真主党在贝鲁特的袭击 而被美国悬赏500万美元 该袭击造成241名美国军人死亡 仅仅数小时后 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暗杀的消息传出 这位哈马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领袖 前一天刚刚参加了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以色列迄今拒绝对此暗杀事件发表评论 以色列还表示 他们的情报评估确认 戴夫在7月13日的空袭中被击毙 戴夫是哈马斯·卡桑旅的指挥官 策划并执行了10月7日在以色列的屠杀 哈马斯在这次袭击中杀害了约1200人 并劫持了超过250人制 自难以来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 已经造成超过39000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哈尼亚的被杀 使得急需的停火谈判 成为另一个受害者 Foreign Policy报道 他被视为该激进组织的国际面孔 参与了停火和人制谈判 卡塔尔总理在X Twitter上直言 当一方暗杀了另一方的谈判代表时 调解怎么可能成功 分析师伊拉基认为 哈尼亚的被杀传递了一个政治信息 给哈马斯和伊朗 以及以色列公众 尽管以色列的战争 正在摧毁加沙的大部分地区 但这并不是对哈马斯的重大成功 哈马斯显然在基础设施的 大规模破坏中遭受了巨大打击 但以色列军队也陷入了一个困境 多次暗杀的消息 特别是在德黑兰深处的一次 可能有助于赢得以色列国内的支持 以色列的意义和对停火的呼声 主要针对内塔尼亚胡 他被指控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通过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来挽救他的政治生涯 在Independent报道 哈雷尔指出 这是另一个内塔尼亚胡 在这些年来的连续选举 和他与激进右翼的联盟之后 人们很难再信任他的动机 两起高调的暗杀事件 使中东地区更接近于爆发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 并打乱了关于加沙战争的停火和人质谈判 Foreign Policy报道 以色列的这些行动增加了以色列与伊朗 及其代理军队之间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 前中东国防部副助理秘书迈克尔 穆罗伊表示 真主党和现在的伊朗可能不得不进行暴富 他补充说 这是该地区在过去十个月中最接近全面冲突的一次 事实上 据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已下令伊朗直接打击以色列 以暴富哈尼耶在伊朗领土上的被杀 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不希望爆发全面战争 因为这可能比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战争更加致命 如果发生战争 不会是因为故意宣战 而是因为事态失控 美国中东安全问题专家比拉尔萨阿布表示 这一最新的升级发生在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逐渐减弱之际 这是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面临来自民主党立法者的越来越多的挫折和反对 因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方式 人权组织指责以色列无差别轰炸巴勒斯坦平民 并在某些时候阻止援助进入加沙 从而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 根据哈马斯控制的政府的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的数据 估计有39,000名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丧生 以色列反驳说 他在整个战争中努力限制平民伤亡 并指责哈马斯故意将其军事基础设施建在平民基础设施下 包括学校和医院 以将平民置于交火中 哈尼耶的被杀可能对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调解人 正在进行但尚未成功的停火谈判和人质释放努力 造成打击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国会中美国、以色列关系的有力支持者 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表示 这使得目前的人质谈判更加困难 并使本已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 然而 分析人士表示 哈尼耶在哈马斯内部的影响力有限 任何停火和人质协议的最终决定权在于 该组织在加沙的最高领导人耶海亚 辛瓦尔 他迄今未止一直躲避以色列当局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蒙古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 该地区的道路是走向更多的冲突 更多的暴力 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不安全感 他补充说 要达到这一点 首先需要各方停止采取任何升级行动 美国和地区官员预计 伊朗将对哈尼耶的暗杀进行报复 这暴露了伊朗安全行动的严重缺陷 纽约时报报道称 伊朗军事领导人正在考虑对特拉维夫和海法附近的军事目标 进行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攻击 这可能是包括伊拉克 叙利亚和也门的伊朗代理军队在内的协同行动的一部分 一些官员和分析人士预测 伊朗的反应将类似于4月份对以色列发动的广泛攻击 该攻击包括一连串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这样的攻击可能表明 德黑兰正在仔细较准其反应 以避免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 直到2022年位置的中央司令部负责人 肯尼斯·麦肯齐表示 伊朗将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考虑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他补充说 我不知道升级是否不可避免 虽然伊朗承诺在48小时内做出回应 但麦肯齐表示 德黑兰过去的报复记录并不表明他会遵守这一时间表 作为直接打击以色列内部的替代方案 伊朗可能会选择一个较少升级的选项 例如攻击以色列在该地区以外的自产 至于以色列 他已经发誓要杀死哈马斯的所有领导人 以报复该组织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 除了最近杀死的舒克尔和哈尼耶外 以色列国防军IDF周四还确认 7月份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次空袭中 哈马斯军事部门领导人穆罕默德 代夫被杀 以色列表示 被杀的真主党指挥官舒克尔 负责上周末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 发动的火箭袭击 该袭击造成12名儿童死亡 他还被指控参与了1983年 在贝鲁特炸毁军营的事件 造成超过240名美军死亡 以色列拒绝对哈尼耶之死的任何参与发表评论 但内塔尼亚胡周三在特拉维夫的IDF总部 发表了一次挑衅性的讲话 称以色列已经杀死了舒克尔 并警告说 以色列将对任何对我们的侵略 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专家警告说 以色列的军队仍在积极进行加沙战争 如果战争扩大到与真主党或伊朗的全面冲突 可能会面临被压垮的风险 美国新安全中心的中东政策专家 乔纳森·洛德表示 这样的战争将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专家认为 以色列将难以维持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 真主党拥有比哈马斯更多的战士和武器 并在黎巴嫩南部边境 与以色列之间拥有广泛的隧道网络 根据伦敦军事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 以色列的现役军队规模不到伊朗的三分之一 伊朗的抵抗轴心能否维持团结 以色列对贝鲁特的真主党指挥官 傅阿德、舒克尔和德黑兰的哈马斯领袖 伊斯美尔、哈尼亚的打击 表明伊朗抵抗轴心内的任何领袖 都无法逃脱以色列的打击范围 但这个联盟究竟是什么 伊朗的控制力有多强 如果以色列与这个联盟全面开战 对该地区和美国的影响又会如何 抵抗轴心指的是一个长期存在 且不断演变的国家和组织联盟 最初由195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 如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培育 利用代理人来挑战西方和以色列 在中东的影响力 今天 伊朗领导着这个轴心 培育并支持如真主党和各种实业派民兵组织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全面战争 将摧毁黎巴嫩和北以色列 造成数万人死亡 而很可能无法摧毁真主党 专家认为 这样的战争将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以色列将难以维持对真主党的作战行动 随着局势的升级 拜登政府必须直言不讳地提醒以色列 在加沙的破坏之后 克制的承诺缺乏可信度 并与对德黑兰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 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以色列的暗杀行动 已经使中东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仅在24小时内 以色列先后在加沙 黎巴嫩及伊朗首都德黑兰 发动暗杀行动 杀害了三名激进组织真主党 和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 这些行动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使得中东地区 已接近全面战争的边缘 首先 这些暗杀行动引发了激烈的反应 以色列宣称在贝鲁特南部 击毙了真主党军事指挥官 福阿德、舒克尔随后在德黑兰 杀害了哈马斯领袖伊斯梅尔、汉尼亚 这些行动被认为是以色列对抗激进组织的战略 但同时也使得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宣称将进行暴富 此举被联合国、卡塔尔和其他国际机构认为是 危险的升级将该地区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 其次 这些暗杀行动对加沙的停火谈判和人道援助产生了严重影响 哈尼亚是巴勒斯坦停火谈判的成员之一 她的被杀使得停火谈判面临破裂的危机 以色列表示 暗杀行动是针对曾策划南以色列袭击的哈马斯军事部门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 然而 这些行动也被解读为以色列试图削弱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领导力量 以赢得国内支持 特别是面对内塔尼亚湖政府的压力 第三 这些暗杀行动使得伊朗和真主党等组织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威胁 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已下令伊朗进行报复 这可能包括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美国和其他国际调解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但双方的挑衅行为却让战争风险越来越高 此外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也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面临挑战 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因其在加沙的战争行动而受到质疑 人权组织指责以色列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 引发了对人道主义危机的担忧 这使得美国的外交官和调解人更加困难地推动停火和人质释放谈判 最后 这些暗杀行动及其后续影响 使得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 伊朗所领导的抵抗轴心将面临内部分裂的风险 而这些组织的报复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等组织如何应对这些暗杀行动 以及国际社会如何协助缓解局势 将决定中东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 总而言之 以色列的暗杀行动 推动了中东地区的全面冲突风险 各方如何选择应对 将决定该地区的未来走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朋友们 我们今天来谈谈以色列的暗杀行动 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以色列宣称击毙了多名激进组织领导人 包括真主党和哈马斯的高层 这使得该地区更加不稳定 但也不能忽视这些领导人 对以色列安全构成的威胁 要知道 弗阿德·舒克尔参与了1983年 真主党在贝鲁特的袭击 造成241名美国军人死亡 这样的恐怖分子 难道不应该被消灭吗 呵 楚天书 你说的可真是冠冕堂皇 暗杀行动带来的不仅仅是局部的安全 还让整个中东陷入了更深的危机 哈尼耶的被杀 让人之谈判和停火协议成为了泡影 你以为这是大英雄电影吗 一刀切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事实是 这种行动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富和暴力 伊朗已经誓言要暴富 以色列自己也警告未来将有艰难的日子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自掘坟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